杜丰尴尬,中国南蓝逆转约旦,无用之人砍16分,被直呼MVP9月17日,中国南蓝蓝队主场迎战约旦,双方展开试与赛的争夺,开场得到两分后,约旦队在阿巴斯的高校带动下,打出石杠林的疯狂进攻潮,依据奠定克队领先的优势,杜丰叫了暂停后,中国队开始了反扑,并不断追奔, 首节结束时,中国队14比21落后对手,次节,任俊飞和吴贤发挥还算不错,在他们的带动下,中国队次节打出14-13的单节比分,半场结束时,中国队28比34落后对手,下半场,中国队进攻端手感复苏,不过约旦还是占据着领先优势,莫杰,凭借着韩德军,胡明轩的关键表现, 中国队追平并反抄对手,韩德军各种帮手给力,而胡明轩连得5分超级抢眼,堪称骑兵,韩德军在篮下也是各种出彩,甚至在第四节完成2加1,如果不是对手犯规,韩德军此回合就要批扣了, 韩德军本场比赛的表现堪称MVP,解说本场比赛的苏群直言,韩德军又活了,这场比赛就好赢了,此外,在比赛进行中,尤其中国队落后的时候,苏群都说到,用好韩德军, 这场比赛就能赢,此前,杜峰一直都用不好韩德军,赛后数据显示,韩德军拿下16分4个篮板,胡明轩拿下12分9助攻,无前17分7板次助攻, 这三人肆意发挥出色,赛后球迷纷纷热议,韩德军的出彩,更加折射了杜峰的无能。